哈囉我是Angus 接下來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 電視架的成板製作DIY 電視架...電視太矮要把它墊高一點 那我們如何來做呢?請看一下 分享 首先量一下電視呢大概它的長度是 105 那我們就切割這一塊 到105的地方 好 好 接下來我們利用這一台 切木板的木頭的切割機 那這個 這個鋸片我已經換成切木頭的 切鐵的也有 但是換好了 然後呢在切的時候因為木屑會很多 所以我們 我自製了一個 木屑的一個吸塵器的一個管子 這是我設計的 連結吸塵器 這個管子 這就是那個洗衣機的水管 然後前面這我製作了一個接頭 做成這樣的形狀 裝在哪裡呢? 裝在這裡 我們要把這個 鋸下來的粉屑呢 全部 從這裡鋸出來的東西呢 全部能夠吸進去 那這樣就整間就不會灰塵弥漫了 這是我的DIY的工具 然後用這個 魔鬼 再呢把魔鬼 再把它夾緊 這樣確保 這裡卡住 這我製作了一個斜 斜斜的卡榫卡住 這樣就不會 不會被這個鋸子鋸到 好 然後再插電 一個吸塵器 一個是鋸的鋸子 那我們先來開 吸塵器 好 接下來就是切割了 那就接下來就是切割了 好 那接下來就是切割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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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割完畢 我们把吸尘器关机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灰尘没有弥漫 就切割完成这个东西了 这块板子 非常成功 好,地上有一些木屑 只有一点点 所以这个试验结果 这个吸尘 DIY的吸尘器非常成功 灰尘吸了大概 这么多 有很多已经跑进去了 那另外一堆在那 所以 它是有50%的效果 好 这个切割木 电视架的这个木头 这个过程呢 就先到这里 就先到这里